老师晚上好 我买到做西南朝东北的房子 又没有合到我的命格 是不是卖掉比较好 谢谢 来 我觉得这问题要分两个部分来讨论 首先我先讲 有没有合到你命格这件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宅命合不合 你的命卦跟你的坐相合不合 其实我们古人 古代的老祖先 他在看这个房子合不合的时候 他有很多种方法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的坐相 我的命卦跟我房子的坐相合不合 合的话OK 这个坐相对于你有加分 但完全重点来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风水的学问 它是源自于中国的中原地区 那以前中原地区 他房子的坐相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坐北朝南 那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难道以前的男主人 男主人通通 他的命卦通通都符合 坐北朝南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以前有百分之五十的 五十的这个男主人 他没有家可以住 不是嘛 所以老祖先他其实他会有很多很多个选项 那当我们宅命不合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我的睡房 跟我的命卦合不合 举例来说 比方说我是前命人 举例 前这个命卦的这个钱 我是前命人 那前命人我的这个房子 坐下就跟坐北朝南不合啦 那可是如果说我的这个房 我的房间 我的睡房是在西北方 那这个睡房的方位 跟我的命卦符合 这就没问题了 好不好 所以他会有很多很多种 可以就是权宜的方法 不是单纯的说 哇这个房子跟你的命卦不合 你要嘛这个房子不能住 要嘛这个房子要卖掉 没有这种事情的 那以前人怎么办 就住三洞嘛 是不是其实房子适不适合不是这么单纯 就是我只看命卦合不合就好了 好再加第二个是什么 其实做新人朝东北的房子 通常啊 嗯 其实照经验上来看 因为你的中宫就是病符位啦 那中宫是病符位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需要靠后天的方法 不管是透过风水雾啦 风水正法啦 我们去把它给化解掉 好你再住起来 你才会觉得就是说 好像健康状况比较没有问题 然后在工作的效率上面 比较能够提升 好吧